我們來帶你看到 剛剛艦長有講到 的確 尾巴衝突 現在各界也在關注 而目前的局勢 是以色列似乎 開始已經站不住腳了嗎 因為乙軍在西法醫院 部署推土機 這樣子的動作 引發社會嚴重的批評跟關切 那麼加薩的戰火 燒了將近一個月 那麼以色列總理的信賴度 只剩下4% 你沒看錯 真的是只剩下個位數 超過7成民眾都聽誰的 就是他以色列軍隊的發言人 哈加里 現在大家好像對他的信任感 比較高來到了73.3% 兩個人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不過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在澳洲這個部分 圍繞著反猶太主義抬頭 澳洲總理跟反對黨的黨魁 在議會來激變 我們先帶你來看看這段畫面 茶載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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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 田中 有 信星人 們 對 武衱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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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可 alf 걸 可以看到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是大爆气 原来就是因为这达顿批评他 说没有办法消除反犹太主义 埃班尼斯爆气反向说 将反犹太主义武器化 不过现在民调显示出 美国民众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度 似乎已经开始降低了 很多人都希望这场战争 可以赶快停火 路透社就报道了 美国的民众对于对抗哈马斯的支持度 已经往下降弱了 68%的受访者都说了 应该下令停火跟设法协商才对 不过另外一个焦点要带你看到的是 在杜拜航展中国 现在要来抢市场了吗 中国空军的歼10C战机 在杜拜亮相了 打算抢占中东市场 我们看到这歼10C跟L15 假设中国的歼10C能够抢到美俄在中东的订单 那么将可能在全球军火箱的排名 取代法国雷到了第三名 只有落后美国跟俄罗斯 阿联酋的国防官员也说了 的确由中国制造的L15教练机 将成为阿联酋空军特技飞行队的新座旗 而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一次 中国的航空装备 也引发了中东很浓厚的兴趣 不只坚实CL15包括了 像是FC31运20直20等航空装备 还有无人机 现在都很受他们的关注 中东国家长期以来 一直是大陆无人机等国防产品的买家 现在他们似乎也在探索战斗机的选择 以前这个市场主要是美国跟欧洲主导 难得现在要变成中国也要进驻了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中国的参长商他就讲到了 他说这军事用途跟民用无人机 有超过30多个国家 包括中东大的防务公司 政府机构洽谈合作 那么可以看到中美经济贸易战不停吗 可以看到研究指出 中国对于投资美元的兴趣丝毫不减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2023年8月 中国持有的美债已经降到了 8050亿美元 是14年来最低的水平 但外媒报道 由于出现对地缘政治的担忧 中国希望变得更加独立于美元 中国减持美债的背景 是加大对人民币的买入 那么中国现在还秘密收购了大量黄金 分析师说这持有量 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之多 所以金价明年上砍3000 比特币将破10万 中国这秘密的收购这些黄金持有量 已经比美国还要多一倍了 那么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可以考虑 用黄金来支持人民币 中国最新的数据显示 10月份的中国央行连续 第12个月购买黄金 总持有量是2215吨 所以它已经成为最大的黄金出国之一 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 那么亮哥你怎么看现在尾巴冲突 好像就连美国本身 很多人都开始不支持以色列了 对 可是 这个不会直接产生影响 因为这个战争也快要结束了 因为以色列事实上 目前它也是在进入最后的阶段 因为哈马斯这个领导层 有20个人的一个政治小组 已经死了12个 基本上空袭也大概结束了 现在已经进入地面 我觉得有点接近扫荡 就是一个大的建屋 一个大的建屋这样在清理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 后续这里要怎么善后 比如说怎么建立政府 已经跑走了巴勒斯坦的难民 可不可以回来 这个就是大问题 因为基本上你不让人家回来 这违反国际法 你以色列也不能成立军管政府 你要想办法让当地人 或者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过来协助成立政府 目前以色列都反对 当然有自己国安的顾虑 所以这里美国也很头痛 坦白讲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老百姓 确实对以色列 因为前一阵子就杀害很多无辜的老百姓 感到不满 可是大概最近这种现象 也慢慢在减少中 可是接下来是怎么解决问题的问题 就是人质也没救出来 对 哈马斯提出来说 70个人质幻庭或5天 你要不要接受 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不然坦白讲 我们不是有出兵能力的人 也很难有什么话语权 就老百姓只是在 包括澳洲总理奥巴尼斯 你在那边讲这个 不应该这样残杀平民 可是澳大利亚有做了什么 他也拿不出手法 他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 召回大使 没有 没有 是 你看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除了部分国家召回大使 请问他有对以色列做经济制裁吗 事实上那天他们有讨论石油禁运 就是阿拉伯那些国家有讨论 结果阿联酋 沙地阿拉伯 跟巴林都反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真的要有效的出手 还真的不容易 最终可能还是要看美国 在安理会要不要跟 比如说中国大陆合作 这样可能会比较有效果 美国还是最核心的 当然美国的民调 如果影响到布希选举的民调 布希就会开始考虑 拜登对不起 可是因为时间还很久 拜登基本上就认为说 时间大概就可以 反正就会慢慢淡化 到时候他自然而然 就会迎刃而解 他大概认为还有一个月 以色列大概这场仗就打完了 他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对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盘算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再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舰长 舰长这个中国的空军歼10C 现在也在中东亮相了 您怎么看 全世界的所有空军 都有所谓的飞行表演队 好比说美国海军 都有他自己的叫做蓝鸟 你想想看全世界这么多的 为什么杜拜的航站 单独邀请中国大陆的 八一飞行队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说 他为什么不邀请 台湾也有一个飞服小组 什么的等等 他优势可正 就整个中国大陆的 在全世界的地位是在提升的 这是第一个 否则他不去找别人就算了 第二个他为什么是歼10C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有的强国像美国 像中国大陆都叫很大的强国 他们的军事发展 在战斗机这个方面 他都分了三种的格式 第一个叫做重型的 第二个叫做中型的 第三个叫做轻型的 大家大概都有这三个 你看看美国重型的战斗机是什么 F-22 那个龟雕密 那他中型的是F-35 他轻型的是F-16 这三个飞机 如果你把它比例子 同样放大出来 你就会发现 这个重型的大概这么大 中型的大概就少了一点 轻型的更小 一眼就看着一轻二轻 它的载重量 它的净重 它能够最大的载重多少 差异还蛮大的 所以F-16我们在用的是轻型的 那中国大陆他也有这三型 他重型的是谁 歼20 它的中型的是谁 歼31或是歼35 现在有两种型号 不知道最后他用哪一种 还有一个最轻型的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一次用的 歼17 歼17基本上 它在这几个品种里面 跟F-16是一模一样的 全世界的军火市场 事情是很难打开来的 以现在为止 所有的战斗机卖得最好最好的 是美国的F-16 为什么 它小 你F-22 就算美国愿意卖你 你看看你买得起买不起 好比说台湾有时候 有些人说我们要买F-35 你买买看 有一次我记得我听一个长官讲说 如果我们买300架F-35 把区域飞机通通都不要了 就是300架F-35 我们所有的国军的年度的维修费 给空军一个用就结束了 取通通目标 就也都不要花钱了 你就给空军 太贵了 所以基本上 像我们这种国家 大概基本上就是了解自己的实力在哪 我们大概都买F-16 所以F-16在全世界卖最多 卖了多少架 3000多架 第二的差就差了很多了 那你再看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如果想要开拓军火市场的战斗机 你知道它要从哪一条路走 当然是尖10C 因为它的潜在市场最大 而不是说因为它多能战斗 不是 它潜在市场最大 它尖20 就算要卖给你 你试试看有几个为他买得起 这就是它所在 就是它潜在市场最大 所以他们这次就用了尖10C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来带您继续来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 您觉得现在尾巴冲突的发展如何 我觉得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艾巴尼斯 他讲到说不要把这个反游主义 来当做就是武器化 这确实是 就是说很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同情或西方国家 是同情以色列 同情犹太人遭遇 然后也担心过去的反游主义会复活 但是你不能因为担心这个 就是说那以色列可以 对这个哈马斯 或者说对加萨的这些平民百姓 进行这种不符合国际战争法的规定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经过了 这个布林肯这个穿梭外交之后 美国也表达了不满 因为最新的一个安理会的提案 要求以色列 还是用那个字 美国讲的那个post 停过 那现在通过了 就是美国是弃权 英国弃权 俄罗斯也是弃权 其他国家12票通过 那如果今天通过这个 那以色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国家 那是不是要去遵守 就是你至少要接受安理会的决议 那如果你不接受 难道你要退出联合国吗 就好像当年日本 因为不接受国联制裁 就是说对日本 他那个时候就对东北的 日本的占据东北 结果日本干脆就退出 那德国也后来也退出国联 那以色列你大概不会退出 那你是不是就要遵守 那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面 拜登有了给他一个压力之后 那拜登也能够对美国国内 有一些交代 因为美国国内总觉得说 你一面倒 那我现在至少 我投了一个弃权票 终于 终于 对 所以我们就是想终于说 现在以色列的冲突 还在继续发生 那想要问一下 亮哥你又是怎么看 不 美国最关键 美国做这个动作 非常有指标性 您觉得这后续 还会有更多的角力吗 当然因为他就是要求停火 暂停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我认为一定会被迫